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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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点水 调点绿 淡淡的 这叫有水分了 刚才是干的多 现在需要水分多一些 这个您看是怎么的都行 如果还这么多跟它雷同了 那我要是这么走呢 再复习一下 一会儿就该搞创作了 再来点胭脂 趁湿 点一点 这样 这样 嗯 咱们这张画不是创作 我们掌握了花头的画法以后 然后呢 在天上上次咱们所学的叶子 那一幅画就很容易就能够掌握了 刚才同学们把这个花头怎么画都了解了 颜色怎么去变化 怎么去调 都知道了 下面呢 咱们画一张画 用中等大小的提抖 先调猪标 水分饱满一些 然后调薯红 调到笔豆 笔尖上调胭脂 很随意啊 是侧风运笔 在这儿啊 然后揉 在这揉 很随意的去揉 这儿 干的时候 去点它 把它的轮廓 点一点 这边啊 有石 有虚 好 点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补充点颜色 再补充点啊 用胭脂 用胭脂 点 注意这个边上啊 是参差不齐的啊 刚才觉得圆了 我就点出来了 点出来了 让它有变化啊 调一点草绿 草绿和刚才的猪标颜色 可以调在一起 我这是准备让它下垂的啊 我是这么一个动态 垂下来 好 我看看啊 我现在需要啊 辅助着它 还有一个小花 因为我感觉这儿有点平 有点平以后啊 这再加一个 等于也给它破了破 然后 画画桶 画桶化完以后 把这笔啊 水分吸一吸 用胭脂 这个笔就比较规矩了啊 不像刚才那个开花笔了 这就收拾好了 往下做 笔尖的细啊 往下做 让它边上啊 别画齐了啊 越自然越好 好 这个毛茸茸的感觉出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啊 呃 我打一打稿 我准备画点叶子啊 这样的 啊 呃 这个叶子啊 呃 一定要有动视 不能够说就很规矩的 啊 太规矩以后啊 整个画面就不好了 就板了 啊 画叶子的时候呢 呃 一定要和花要有一个区别 我先调 这个绿 这个绿 藤黄是主要成分 调到笔根 调到笔根 刮一刮 然后 这是胭脂 我不用其他颜色了 然后呢 我用另外一支毛笔 把这个盘子里面搁一点 墨 别拿这个笔直接上里沾墨去 一沾墨 这个不好掌握 过了 马上就变了啊 不够没关系 这调着看 你看这个颜色来说啊 和它有区别了 啊 它的墨 它没有 它的绿 它也没有 但是整体色调还是暖的 啊 我现在补充尖上的墨 补充尖上的墨 再补充尖上的墨 现在用刚才那支小笔 墨 墨 墨 不要太多了 加一点 腌制 这勾筋 是 有出有入 一定要出来啊 露一个小白的尖或者白的边 还是很美的 下面是调整 调整 调整的时候啊 看看叶子够不够 这个看够不够 这是个经验问题 这是同学们啊 在创作过程当中 应该是不断的去用脑子 这幅画呢 主体东西出来了 啊 但是呢 就是缺点东西 首先我感觉到 红颜色太多 那我啊 挑点花青 这花青属于冷色点 花青别太深了 是淡淡啊 中等的啊 好挂一把 嗯 为了增加它的气势 这个花青 这么着 坠下来 大家一看就是竹印啊 竹子 这张画上呢 缺墨 现在我就拿另外一支毛笔 调墨 开始调的是中等的 刮一刮 不要让它太湿 别太阴了啊 尖上再来点浓的 就在盘里调就行了 因为刚才已经备用了 啊 蹭脱 蹭脱以后它好出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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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上还有一些茅草 这说明这石头啊也是呃有生命理啊 上面还有植物呢啊 这给它也是给它形上破一破 别让它感觉啊就是全是这个很直的线啊 破一破 借这个机会又把这加深了 把这加深是为了衬托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红色的花就被拖起来了啊 这张花啊气势往下走了 还得往上走 要不然总是垂 这是不行的 现在我用这个这是拦竹啊 调弹幕 然后尖上再来一点深的 上石下虚 下面为什么虚 有些同志可能看出来了啊 这是画的麻雀啊 两只麻雀 这个下面因为有腿 这个肚子要是石呢 它就不好了啊 上面呢 石的 画这个麻雀啊 用的是 褶石 加墨 褶石 颜石颜色在这里面呢 算一个呃 调和色 怎么叫调和色呢 因为墨和这个红之间啊 需要一个过渡 这褶石呢 就是一个过渡 这样的话呢 它就整体 它就好看了啊 这个麻雀啊 让它 回头看它 这个麻雀呢 脸稍微的正一点啊 咱们都讲过了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创作过程当中 来去复习它 拿这只小的笔去画它啊 眼睛 塞斑 这个呢 这个呢 要稍微正一点啊 中间有一条线 两边是塞斑 这塞斑画好以后 我们用淡淡的 墨 这费很熟 这地方 有不错 不错 小一行 那么 那 很好 谢谢 谢谢